在之前有朋友問到 熱身組的重量要怎麼疊加比較適當 藉由這部影片來說明完整的熱身流程 以達到最佳訓練效果 哈囉大家好我是Jay Wong 歡迎回到Become Bad A Jay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先幫我按個喜歡 讓更多人能知道這部影片 訓練前的熱身能有效提升運動表現 藉由全身體溫升高 下降體內軟組織一體黏度 增加你在訓練時候的本體感覺 也能降低在運動過程中受傷的風險性 對於你訓練時的動作品質而言不可或缺 而在訓練前該怎麼暖身 不同學派也都有不同的方式 也又因為你運動處在的溫度環境 動作選項、身體狀況、訓練經驗等等 都會有所差異 但直接性地做針對性的熱身 例如今天練深蹲 就直接背起槓鈴用深蹲來做熱身 會是一個太急促且較不建議的方式 由於此時肌肉溫度與心跳率還不夠高 且體內軟組織一體黏度較高 自然的對於一般的初學者 在直接負重壓力較大的狀況之下 受傷的風險也會提高 那什麼熱身順序會是較為建議的呢? 以下的內容從科學的研究以及一些個人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最佳的熱身方式 而到最後會再來提到熱身組重量疊加的方式 就開始看下去吧 最一開始可以先藉由低強度的方式 進行靜態伸展 來被動的拉開關節範圍 在之前這部影片有提到 30秒以內的靜態伸展 不會影響運動成效 且有助於預防傷害 但大於60秒的伸展 有可能還是會影響訓練效果 所以可以先思考 等等要訓練的動作活動度需求 針對性的做伸展 總時間不用太長來到1-3分鐘 再來可以做筋膜放鬆按壓 改善物理層面的筋膜緊繃 也包含神經系統與情緒層面 但訓練前的按壓壓力不用給太多 以避免降低後續的動作表現 可以挑三個部位來做按壓 每個部位時間1-2分鐘 主要針對當下的疼痛點來做處理 增加完活動範圍後 再來可以開始提高肌肉溫度了 當肌肉溫度提升的時候 肌力也會相對應的提升 看到在2015年時的這篇研究 建議的熱身方式是選擇慢跑 或是踩踏等等的有氧運動 以中等負荷的強度 大約是最大心跳率的60% 進行10-20分鐘 發現操作輕度有氧運動 能有效提升後續的訓練表現 而相較於慢跑 我個人的建議可以將穩定性動作 與動態伸展做組合搭配熱身 原因在於先提前激活核心 以及主動式的拉開關節活動範圍 能讓你等等操作主訓練時 更增加本體感覺 而關於詳細的操作方式 可以再看我之前的影片囉 那如果以深蹲當作等等的主訓練為例 我個人會操作以下6個熱身動作 先是始從 抱腿提臀 熊爬 直吸硬舉走路 側蹲 高腳背深蹲 上述動作操作一至兩組 你當然也可以在評估自己的能力做動作的三件 總時間來到10分鐘左右 不要讓自己過於疲勞 而影響等等的正式訓練 那最後才會再來到針對性的熱身 也就是熱身組的操作方式 針對性的熱身能讓等等動作的神經傳導 以及肌肉活動提升 藉此提升訓練強度 而熱身組一般並不會算入總訓練量中 熱身組也要根據當下的狀況來做調整 一般而言會來到7至10組之間 如果以ERM80%的深蹲120公斤3下為例 第一組操作20公斤10下 第二組操作60公斤8下 第三組操作80公斤6下 第四組操作100公斤4下 第五組操作110公斤3下 第六組操作115公斤3下 第七組操作120公斤3下 自己可以再嘗試做重量的調整 以及組數的調整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同 藉由不斷測試 相信你也可以找到最佳的熱身組數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的熱身順序 可以在依據你當下的訓練時間做刪減 而不論是哪一種方式 只要不會影響主訓練 且能增加訓練效益 都會是好的熱身方式囉 也想問問大家自己訓練前都怎麼暖身呢 歡迎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囉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如何有效熱身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準時收看最新的影片 不要忘記每個禮拜三的晚上九點 給我一起 Become Better Da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